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在今天早上澳洲时间凌晨5点钟 中国时间凌晨2点 美联储再次宣布美元进行加息 这也是2018年的第一次美元进行加息 美元这样一来的话呢 从标准利率原先的1.25至1.5 提高到了现在的1.5%至1.75% 这也是过去十几年中 美元第一次超过澳元利率 这对于澳元作为一个高息货币来说 无疑是非常打脸的 那么毫无疑问我们来看一下 这美联储随后发布的声明 那么在声明中呢 对于美国的经济 失业率以及呢 现在的就业人数 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但是呢 也说到有一些疑虑 就是主要是现在的家庭开支 以及呢 个人消费 较上一季度有所放缓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总体来说 美国的经济依然是一个向好一面 但是为什么今天早上加了息 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反而出现下跌 这其实呢 就是美联储首段高明之处 之前它通过 这个不断地提高投资者的胃口 在年初的时候呢 大家都觉得美国可能今年要加四次息 就像2017年一样 甚至像2016年15年一样 但是随后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出 今年加息可能没有这么快 让大家不断地失望 这样一来的话呢 对于美元加息 或者说美元上浪的情绪 就不会那么严重 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2015年 2016年 2017年 美元加了整整五次息 但它的走势如何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图 这是美元的日线图 周线 月线图 美国2016年 2014年的9月10月 结束了量化翻松 之后美元就一路上涨 涨到2016年年底 我们知道2016年年底 加了一次息 在2017年 整整是加了三次息 到现在为止 算上这一次 总共是五次加息 但是美元的价格呢 却从103美元指数 跌到了88 这其实呢 就是美联储 希望美元 不要上涨过快 所使用的一个手段 如果我们把时间 推回到10年之前 2008年到现在 整体来说 美元还是在一个 稳定的上涨通道中 只是因为 2014年到2016年 这段时间 美元上涨实在过快 对于美国的出口 和美国经济的恢复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美国无法阻止 美元的复苏 但是它可以用手段 让这个美元上涨的速度变慢 这个呢 是美联储 现在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心中 一定要明确一个一点 长期来看 美元是在上涨 但是它上涨的速度 并不会像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快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这是周线图 在周线图上呢 到目前为止 美元指数 还是处在一个下跌空间中 只有当它的价格 回升至了 94.5以上之后 那么在周线图上呢 美元指数 才算是重新上涨 那么当然了 在月线图中 只要在90以上 保持一个月 那么美元就算是 完成了它的 这个 这一次的回调 那说完了 美元指数以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中国的明星股 回归A股的事 那么最近几周呢 报纸电台 以及证监会呢 也几次呼吁 中国的明星企业 从这个美国上市 香港上市呢 能够回到A股 也来上市 那么其作用 或者说其目的 自然是不眠 不言而律 主要就是呢 是第一 鼓励中国的新兴企业 包括呢 未来新上市的 科技型企业 也在中国上市 第二 随着中国国内的发展 中国的上海和深圳证交所 也需要一些明星企业 来给它撑台 撑场面 像这个百度 京东 亚火 百度啊 京东 阿里巴巴 还有像腾讯 这些明星企业 绝大部分 目前都在海外 就连新的 面向90后 00后的什么B站 等等 我听也没听过的网站 现在也要去 纳斯达克上市 那么针对于 这一类的现象 其实 证监会也好 包括了中国的 监管机构也好 都是很担心的 就是优质企业 都跑出去上市 那么谁在A股上市呢 那流在A股上市的 岂不就变成了 二流 或者是三流企业了 对于这种 担心和忧虑 其实呢 不仅仅是证监会 包括了中国的股民 和国外的机构投资者 都会有担心 所以 需要把好的企业 带回来 把优质的东西 重新拿回来 这个呢 是建立消费者信心 建立投资者信心 另一个 比较好的渠道 所以 阿里回归 腾讯回归 百度回归 并不仅仅 是为了面子上的事 更多的是 重新树立 这个市场信心 另外一点呢 我们也知道 如果真的回来之后 回来的方式 也非常的重要 以现在情况来看 你说要让 这个阿里 或者说是腾讯 从香港 从美国退市 重新在A股上市 这个不太可能 我们知道呢 要退市 需要经过股东大会的同意 那目前 大部分的股份 是在国际投资者手里 而不是在 公司管理层手中 所以呢 这个说话呢 不一定 不一定能够算数 另一点呢 我们也知道 如果在中国 如果你不能在海外退市 那么另一种方法 就是实施 CDR 也就是信托凭证 信托凭证的意思就是 你在中国 可以用人民币 购买 等值于美元的 阿里巴巴股票 或者是等值于港币的 腾讯股票 收益率是一样的 但是呢 你并没有投票权 这是另外一个 急需解答的 解决的问题 但是从长远的方向来看 我们知道呢 这个明星企业的回归 对于中国的未来 融资 包括呢 整一个股市的规范化 是有好处的 中国也需要 这些明星企业的回归 你可以在美国主板上市 但同时 也要帮一帮 原来的老乡们 是不是 你在外面发家致富了 怎么也得回家修个路吧 是吧 带动一下 乡里乡亲 共同致富 你不能一个人发了 别不管大家 这个呢 我们是把这个话呢 把它简单的说 基本上就是这个道理 好了 今天晚上 大家需要注意的事件 是8点30分 英国的零售业数据 以及到了澳洲时间 晚上11点钟 中国时间 晚上8点钟 英国会发布 最新的英镑利率决议 到底是加息 还是不加息 所以今天晚上 对于英镑操作来说 必定会有重大波动 大家要小心谨慎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名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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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